我是斯哥我在绍兴 我在绍兴的柯桥万达 看到没有柯桥万达就在我身后准备 去里面搞点东西吃一下 因为太饿了 好 走起来 我的前方就是柯桥万达广场 这边二号门 二号门的广场外面居然有两个店铺扫壁了 一个是美宜家 还有一个是奶茶店 有点不是很理解 这么好的位置怎么会倒闭呢 姿西面膜 这也跟于耀万达那个门口的姿西面膜的位置一模一样 好的 我准备从这个二号门进去搞点东西吃一下 实在太饿了 现在时间是中午的十一点半 顺便看一下里面这个人肉量怎么样 走 进来了 问题不是很大 右边就是麦当劳 麦当劳就不吃了 有点 不是很想吃汉堡 这边有一家喜茶 感觉这边一个人吃点东西也不是很方便 因为 主要都是一些餐厅 没有 可以 供我一个人吃的一个店 先去一楼看一下吧 不行的话只能吃这个麦当劳了 没什么东西可以吃的 市里市卖吃死了 怎么这个商场一楼啊 现在全部都是卖车的 刚才进来的左边就是极客 然后中间又是卖理想的 现在这个车啊 已经难卖到这个程度了嘛 未得到商场里面来卖 右边全部都是 这个黄金珠宝 好 我准备去一下三楼 这边还有蔚来 蔚来 林响 极客都有了 克斯拉也有了 好的 我已经来到了奥罗的中庭 下面全部都是卖车的 这对面好像有一家这个小菜园 小菜园的这个快餐店 但是我一个人好像也不是很适合 这边卖内衣的 夏娃之秀 一个人啊 也不太好点菜 我看一下楼上有没有适合一个人吃的店 只能这样子了 非常尴尬 因为没有同班一起来 好的 准备坐这个电梯 去一下三楼 好的 问题不是很大 我已经来到三楼了 这边 感觉这个人气啊 还是可以的 现在是中午的饭点 虽然说今天是工作日啊 但是 来逛的人还是蛮多的 这边里面 已经坐了 不少顾客了 我们接往前走 给你们拍一下这个三楼这个情况 服务员都站在门口迎接顾客 因为已经快到半点了 但是这个人现在 并没有一窝蜂的涌过来 我好像没看到适合一个人吃的店 烤肉还是什么 要不然就找一家面馆吧 看看有没有吃面的地方 新疆紧急餐厅 好像 没有适合一个人吃的餐厅 港式餐厅 我只能去吃一碗这个 面了 海底老虎锅 海底老虎锅也不太适合一个人吃 接着往前走 搞了一杯现榨果汁 喝一下芒果鲜奶 我还是没有找到可以吃面的店 非常尴尬 我记得这边是有一家这个 陈八两面家的 还在我的前方 给我准备去找一下 这边目前的人气也不是很旺 可能今天是工作日的原因吧 我们接着 好的 我已经看到这个陈八两面家 就在这个古明对面 就在我的正对面 我准备进去搞一碗面吃一下 走起来 适合一个人吃 好的 我点的面已经上来了 点了一碗这个大盘面 这是我的现榨果汁 准备开抽 这边是什么东西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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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已经吃完出来了 我感觉这个面味的还是不错的 这个大排啊 也比较嫩 25块钱 吃不了吃贵 吃不了商道 好的 这就是绍兴哥巧德万达广场拨前的线照 我准备啊 丢了 视频啊 就给你们拍到这里吧